第五人格第一个虚妄杰作的条文师皮布 模拟莫逊业之梦 他的获得方法来了 大家猜一下是怎么获得的 科金 商城 抽针宝 都不对 这次好像和哈利波特的幸运转盘有点像 很多人是不是都玩过哈利波特了 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幸运转盘的意思 那我给你们大概讲解一下 就是第五人格将加入一个新的玩法 叫做幻象迷途 也就是这个搭转盘有点像 然后在这个转盘内 包含全新的金皮 记忆珍宝里面的紫皮 还有一些随身物品 但是这个转盘是需要火器的 火器我们都知道 好像和回声是一个概念 也是需要科金的 然后除了转盘内的金皮紫皮 随身物品之外 还有一个额外的道具 夜莹小姐的祝福 这个夜莹祝福道具 就是用来兑换条文师虚妄杰作皮肤的道具了 然后啊就是当这个夜莹祝福累积到一定数量之后才可以兑换它 关键性我们要看这个累积数量是多少 如果是580的话 我感觉分分钟退游了呀 我突然间感觉这个转盘好像比珍宝的水还深呀 因为你要先赚到夜莹祝福才能用足够的夜莹祝福去兑换虚妄杰作 我的妈呀好麻烦好科金 感觉好像还不如直接上线商城呢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是在这个转盘里面的冒险家的新金皮叫做小人国 还有它的一个子挂小人偶 这个金皮感觉怎么样 很多人说挺好看的 也有很多人觉得有点太敷衍了 反正这个新玩法转盘里面最主要的不是这个金皮 而是床王室的虚妄杰作呀 大家觉得这个获取方法怎么样 合理吗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转盘呀 和哈利波特一样 每个赛季都会更新 也就是说 每个赛季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虚妄杰作的皮肤和大家见面 不过别担心 好像每个赛季的虚妄杰作的这个皮肤呀 是在里面永久入住的 然后大家以后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直接兑换 所以这样整体来看 以后虚妄杰作的皮肤又会成为新的巨老 都不是大老了 是巨老的象征啊 这得刻度多少金啊 哎呀 你们会冲吗 在深厚方留下你们的想法吧 感谢关注这些小孩 我们下周见 拜拜